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谈谈近一两个星期发生的一些比较新的事情 再去和大家看一下究竟在投资者角度来说 现在有什么值得留意和如何应对 其实上个星期我们见到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新闻或者谣传 就说中国政府就和大家说希望他们不要去 违约一些短期的美元债券 其实现在市场的层面来说 无论是在交易的层面也好或者是在分析的层面也好 我们都会见到譬如一些恒大债券 现在已经是在交易的途中已经没有再包括英计的利息 其实市场一个base case的scenario 其实已经是反映着他们认为恒大是今次的几张美元债券 未必会去派息的 那我们的看法是怎么样呢 其实我们一直的看法都是认为 其实如果有得选择的话 一笔钱的话 其实我们相信恒大是不太愿意去违约一些公开市场债券 因为他们违约公开市场债券 将会触发一连串的交叉违约 而这些交叉违约一出现的话 其实一些海外的投资者是有权去入稳 去追踏恒大集团旗下的一些海外资产 但是事到如今 其实我们看上星期四 2022年3月会派息的一张债券 其实到最后都是没有派息 现在进入了一个30天的宽限期 其实我们认为恒大集团也会好好地运用这30天的宽限期 去看看无论事态发展是怎么样 或者是在上头政府方面 会不会有多些的指引下来呢 因为其实未来的两个月里面 其实恒大在说他们都有大约5至6张左右不同的债券 是要保持着还息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通常如果要还息的话 就不会只还一张 要不就全部都还 要不就全部都不还 所以其实他们也是想借用这个宽限期的过程之中 从而去看一看他们怎样去部署 或者怎样去处理这些利息 我们之前的一些更新 也有提及过 就是说 其实一个债务委员会 尤其是在内地的一个债务委员会 其实成立的主要目的 最主要就是集中管辑这一类型的主要的债权人 而这些主要的债权人 其实很多都是包括一些金融机构 当中包括银行 或者一些混合的公司 那这个的债务委员会里面 其实是可以容许到 就是政府去给一些指引这些大型的金融机构 去告诉他们 究竟你们去 对于如何处理恒大这个债务危机 譬如如何提供一些支援 或者一些协助 譬如一些延长一些贷款 或者降低利息等等这些要求 是由这个债务委员会可以下达得到 但是呢 债券的层面就不是这样的说法 因为其实债券一些持有人 是比较多元化的 当中可能包括了很多一些海外的投资者 会有一些大型的基金公司 会有一些私人银行 甚至是一些零售的投资者 在这个层面下 其实这类型的投资者 是不太可能 好像一些大型的内地金融机构 去接收或者去遵从一些指令 在这个情况下 债券的层面要处理就不是这么简单 也不能用一个这么接近的方式去处理 那也是因为恒大上星期 其实在9月23日那一天 其实他们宣布 他们会预期支付 就是他们一张境内人民币债券的利息 那当然其实这个支付的方式 我们去再细心就一看 其实它是一个场外的支付方式 有别于传统就是经过这个Clearing House 那我们再去将钱去做一个Settlement 那其实这次他们的做法就有少少不同 那我们相信其实未必 这次的做法应该未必是全部是用一个研究方式去支付 那当然我们不知道真正的做法 但是我们会估计得到就是 就是恒大其实是可以和这些 可以和这些境内的债券持有人 是去恰谈重的 但是在境外债券的层面来说 我们相信在发行人的层面 恒大的层面 其实就没那么容易可以 用这个方式去处理得到 那在现在这个层面下 我们仍然都是认为 就是除非恒大就是在一个公开市场的 债券违约 如果不是的话 它暂时未必会进入这个债务重组的过程 那下一步是怎样呢 就是对于投资者来说 应该怎样去看呢 那其实我们认为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去考虑 那当然就是恒大管理层的一个取态 那我们都知道 其实恒大的现金不会是完全没有了 那其实它有一部分的钱 那这一部分的钱 究竟是会优先用在什么的地方呢 那其实大家都有留意新闻的话都会见到 其实恒大比较集中 最近都是说一些补交楼 去保障一些建筑方面 是可以做得好 去准时可以令到一些买了楼的人 可以拿到楼 那我们觉得现在恒大的层面来说 其实无论在政府的施压也好 或者在社会的施压也好 其实的而且确恒大有一个比较大的动机 就是去保留这一笔的现金 从而去交楼给一些 homebuyer 一些扣房者 那其实现在如果恒大 如果真的进入了一个违约的过程的话 其实一些海外债的持有人 是有权去追涂恒大的一些海外 以及境外和境内的资产 但我们相信境内资产的追涂层面来说 其实会相当复杂 而且也未必可以追涂得到 因为始终恒大地产这间境内的子公司 正正就是在这个债务前身 或者是有这个资不抵债的可能性 所以其实在追涂恒大地产相关的一些资产层面来说 其实是没有那么容易的 但是境外的资产就不容易了 境外的资产就会包括了 譬如恒大汽车 恒大物业 恒騰网络等等的股权 其实这些股权 在当恒大出现了海外债券违约的时候 其实投资者是可以去追涂的 而且这些资产也会提供了一个空间 去做一个回收的价值 在这些相关的债券层面下 如果真的在完全破产清盘的一个考量下 其实我们之前会说 一些短年期债券有优势的这个说法 就会比较弱 因为如果真的完全破产清盘的话 其实年期的意义就不是太大 但我们认为真的出现完全清盘的可能性 其实不是很大 比较大的机会 始终都是说一些的债务重组 譬如上个星期也有新闻就说 恒大可能会变国企 也可能有一些国资的企业或者机构 会去注资进去 去从而分一刹为三 其实当然这些暂时也未是一个确实的消息 但是怎么说也好 其实这一类型的方法 其实全部都是债务重组的方法 而当有债务重组出现的话 其实当中就会涉及到 有一些延期 或者是本金削减的一些方式会出现 根据我们现在的认知 其实我们认为恒大仍然都愿意 就是将它手头上的所有资产放上货架去卖 当中包括股权 亦都包括一些土利的项目 但是卖的过程相当不顺利 其实都见到至今日为止 都未见到它一些很重大的资产出售 一些旗下的子公司的一些股权的资产 一些股价其实也都跌得非常夸张 我们也相信某程度上令到恒大方面 其实也都不太愿意 用这个价钱去出售一些资产 但是无论如何都好 我们认为如果恒大要去解决 他现在这场的债务危机 其实他们是继续去变卖他们的资产 同时其实也都是有需要 就是可能要去由政府方面 去出手去安排一些白武士去拯救他们 最后谈一谈债券 其实恒大现在的债务 大约是30元左右的水平 持续了好几天 其实这个债务的水平 是低过已经违约了的华夏幸福 四川南光 或者是苏宁电器等等 其实我们认为恒大的资产组合相对而言 其实比起刚才我说的这些公司 是优质一点点 而我们也会继续去维持我们的观点 就是认为 在债务重组的前提下 其实本金削减的金额 或者是可以回收到的价值 其实应该会略高于现价 所以我认为 现价去出售的动机 其实不是太大 但当然对于未入场的人来说 我们也都相信 现在不是一个很好的时候入场 因为始终未知性其实也相当之高 最后也都要考虑一点 其实就是无论是债务重组也好 或者是之后的事件如何发展也好 其实整件事情 我们仍然都会相信 还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 才能解决得到 尤其是债务重组 根据一些以往的例子 都会看到 其实平均都可能要花上一至两年的时间 而中国恒大 因为债务偏多 亦都是非常多的债权人 亦都是在一个最光灯底下 所以我们反而会认为 其实恒大 他今次这个可能债务重组的过程 比一个方案 一个时间 应该会快一点 但始终也要有一个心理准备 就是预算一段时间出来 去等待一个重组的方案 如果是这样的话 所以其实投资者也要考虑 这个时间值在内 我今天的大致分享就是这么多 多谢大家